看到露鸟,看到山泰,逼波当了扶水 每个人来看到,哇,有这么多竹子 你说是不是很开心? 现在那里就是天府露鸟,山泰村 你看看那里有多少露鸟,是白露鸟 全部都是国家二级保护定华 鸟就是水质好,鸟就是那位砌声的 每一个岛,你走到那个岛,它就飞回那边 走到那个岛,飞回那边 这小鸟,它日头飞出去找石 它晚头全部都是飞回那里过夜 我改革开放漆已经打拼了有成人 那近有三两千万已经是不得了的身家了 我改革开放漆很快的速度 能够搞个天府露鸟,山泰村 从2002年开始,每一天三团勾机 有四团配套机在那里做 一天要登入 搞起它是想赚钱的 谁知道我的钱做了三年半已经是没了 那因为那个鱼塘里面是很难搞很难搞 因为我在天府里面有十几个岛 那些岛全部都是我推出来的 继续倒嵌,就是要等那些小鸟 飞在那里砌色 搞大风啊,有陪风啊,下去啊 我都经常开船来 看一下这小鸟有没有投下来 那便捉回我的救护站里面 这些老鸟,它在地上,你回来养大它 那便懂得找食,又放回它 我是坐不稳的 是要去看人家做事 安排人家,那里做不对 要这样做,这样做 我自己去做一下,锻炼一下身体 老人家做事是好事来的嘛 我现在主要是收支平衡 有多少钱收支,就做多少东西 我没有借到钱,我不会破产 如果我要借到钱,到底是还不到的 那我就会做个符内,没有的了 四维都说开发,说做什么 做房地产啊,做什么 如果我在那个符边里面 要建一间屋的,可以都值得两三千万 到时候,人家在那里围住 住洋楼,养回狗 全屋变了富人区 那些平民百姓还能入不入得了 欣赏住人家 湿地是全世界的地球资产来的 我感觉到自己是很伟大,很自和 不需要避免 那么我感觉到这里 便请在这里 我感觉到你 locker 我感觉到这种行李 那就让大家看